在上方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纠舌申法表的一个标题 那这个标题应该是就是跨 跨A栏到J栏 跨栏至中 跨栏至中就是在哪里 这边有个跨栏至中 因为一般当然是一个储存格 你就放一个资料 可是如果你要跨很多个栏位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跨栏至中 它会帮你把那个 这个整A到J栏 帮你把它合并在一起 并且把资料放在这个中间 那另外当然还有几个设定 包含就是说它的字型标凯体 加一个粗体 24 颜色的话 这边A这个里面找到一个紫色的颜色就可以了 紫色的话基本上是 是这边这个 这个紫色 所以你们可以第一个步骤 先开一个新的档案 这边的话档案 你可以找到什么新增 新增一个空白的活跃布就好了 那这个活跃布里面的话 当然你就把那个活跃布打开来 里面就有空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打上那个99乘法表 因为我改掉输入法 因为输入法 OK好 那输入这个99乘法表几个字 在哪里呢 在这个A1上面好了 直接在这个A1上面 你就直接打什么 99乘法表 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跨栏之中 那特别是跨栏之中 请选取A1到J1 OK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按一下跨栏之中 按一下它 它就放在这个A到J栏的中间 OK好 这边就要 就这个按钮了 再来呢 分别做一些 我刚刚讲过的设定 包含几个 第一个是标凯体 所以你找到标凯体 出体 这个把它改24 至少会放大一些些 颜色改成紫色 好完成 OK好 那因为这一题 我没有放那个练习档 所以请自行建立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请各位在那个呢 这个B3到J3 输入1到9 A4到这个A9 输入也是1到9 那输入的方式的话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B3 输入1 其实你只要输入1就可以了 因为在Excel里面 会自动帮你产生2、3、4到9 那怎么做 特别注意 输入1之后 游标移动到这个储存格的 右下角 有一个黑色的那个控 这个叫控点 一个控点上面 请你按一下滑鼠 按下 就是先按下Ctrl键 再按下滑鼠 把它点入之后 向右拖拉 有没有 你按下Ctrl键 它会多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表示说 它会帮你增加号 1变2 2变3 然后一之类推 所以我们把它向右填 有没有 到9放开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没有什么 没有按Ctrl键 拖拉会怎么样 它会变全部都是1 OK 按Ctrl键 会多一个什么 加 到9 那这边的话一样 1到9 到9 按Ctrl键 那再来的话就是 中间这一块 我们会需要做什么 做出那个99乘法表 大概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说请各位 试着怎么样呢 把这一个 99乘法表 做出来 那99乘法表 特别注意 它的那个设定 当然特别注意 不是要你自己在这边 打1乘1等于1 这个乘息 用X来代替 而是希望说 你可不可以做一次 就全部做完了 所谓做一次 就是说 这边做完之后 向下 向右 它 从1乘1到9乘9 一次全部做完了 OK 不是叫你慢慢 慢慢输入 只要做一次 等于是全部都做完了 那问题是要怎么一次 全部做完了 其实关键就在什么呢 这个蓝的 有没有特别发现 有些地方有加钱的符号 有些地方有加 但是有些地方却没加 那你会想说 那哪些地方需要加 哪些地方不需要加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跟 那个106题 不知道各位 其实前面有一些练习题 我都要F4 加钱的符号 那为什么要加钱的符号 基本上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加上钱的符号的话 它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 就是 那个 你里面的资料的蓝号 就是 向下是列号增加 所谓的列号 就是后面的数字 数字会 从3变4 变5变6 就是它会自动增加 但是如果你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的话 它向下填满 它不会 它固定就在 那一列上面 不会改变 那 另外呢 在蓝的 这个前面A 有没有 A的前面加一个钱 表示说呢 我要锁定 这个就是A 就是向右填满的时候呢 A还是固定在A蓝 那你想说 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先demo一下 给各位看 就是先1到9 1到9 那当然 我们的公司这样 先给它一个等号 等于 上面这个 B3 对不对 因为我中间有一个乘号 所以呢 我要串接 所以串接 记得用M的符号 and什么呢 and一个乘号 所以你在中间加一个X好了 用X来代替乘号 然后and什么呢 and这个 就是A4 所以1乘1 那后面就等于 所以你后面还在串接 因为我要加一个字串 是等号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加一个等号 记得 and前后 它一定是串接一个文字 那文字的表示方式 在Excel里面一定是前后会加双引号 再来呢 and串接什么 把这一个 真正乘 那乘的话不是X 乘是一个star 星号 然后再乘什么 乘这个 两个的最后结果 把它乘完之后 放在后面 那我们把它打勾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1乘1 把它制装一下 1乘1等于1了 OK 那当然相对的 我们希望怎么样 可以向下 可是你现在向下填满会怎么样 它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 你向下填满的话 1乘1等于1 对不对 那再来就1乘2等于2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呢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位置给缩下 这个是B3 对不对 所以B3的位置 如果没缩的话 它会什么 下面这个变什么 B4 那B4就找到这个 就错了 下面这个变B5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向下填满不要出错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什么 我刚刚讲过 把这个B3的3 因为向下填满 只会去把你的3变成4 4变成5 所以你其实在前面 加个钱的符号就好了 好 有没有 B3 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打勾 好 我们向下填满再试一次 你会发现放开 有没有 答案就正确了 应该了解这个 这个道理吧 只是说这个公式 你们可能要 稍微再 在 在那个 把它做一遍 因为这个有些同学可能 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说 这个是算是最基本的输入 但是有些同学 好像还是跟以色列 不是很熟悉 OK好 那再来的话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做完这 刚刚我只有做什么 在3的前面 锁上什么 一个钱的符号 OK好 那再来 当然我也希望什么 向右填满的时候 这个还可以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放开 我还是希望 它能够一次就做完 那这个时候 你又要想什么 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向右的话 到底哪里出错 基本上 我向右的话呢 当然 这个位置 它都固定了 就是三列 它都固定在这三列 所以它还是会抓到 C3 可是呢 你向右 向右的话 它会变成 什么 蓝号增加 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永远都帮我 绑在A蓝这个 也就是A4 它永远就是A4 它不要变B4 因为向右填满 会帮你参照到 其他蓝 所以你会发现 错应该是错在什么 油标放这边 你会发现 本来不是A4吗 怎么变B4 到底很简单 向右 蓝号会增加 它是自动的 这是Esser里面的规则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希望 它不要变动的话 很简单 直接在什么 A的前面怎么样 那加一个前的符号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就把它锁起来了 它就会固定在A蓝 那A4呢 也把它锁起来 锁完之后打勾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向下 向右 放开 有没有 一个就是成法表 就大功告成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也就是我如果今天一次要做完 当然 你如果工作上面 你不知道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能要土法练钢 你要做81次 可是如果你做会公式 你向下向右 一次又完成了 那当然在Esser里面很多的大量的资料 其实或者是像比较大数据的东西 你如果懂得这些应用的方法 你很快可以把资料处理完 但是你如果不懂这些方法的话 你会做得非常的辛苦 OK那请各位先完成到这里 那待会还有就是 怎么样再把那个 这个 这个斜线 有没有 这边的斜边 就是这个部分呢 全部改个颜色 改成橘色的 那你想说橘色 是不是一个一个慢慢改 当然不是 我希望一次就全部改完了 最后再做表格框线 上面再加一个粗框线 这边再加一个十字线 其他就做细线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九九成八表的这个练习